降級微解封 女孩們美妝官網 繼續買下去 哈囉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編輯正方 相信最近大家都不斷的上網網購 那其實除了大品牌的化妝品集團之外 我今天還蒐集了一些 比較小眾的 文青的 以及它可能有一些旗艦店 它是專賣店的形式 那大家最近也蠻喜歡這類的產品 第一個我要介紹的是Kiehl's 我想很多年輕人 不管是男生女生都蠻喜歡Kiehl's的 因為它的產品蠻中性的 比較不分男女 而且他們在台灣還開了全球第一間咖啡店 你看打開來他們其實蠻美的對不對 他們這一次我覺得非常厲害 因為他們每次的贈品 我都覺得做得非常有質感 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先開箱先講贈品 因為他們這一次的7月份的贈品 只要是蠻5000塊 就有一個 就是手機袋 就是可以鞋背在身上 我覺得對年輕人來說非常方便 你看我打開來啊 其實也是要介紹 TUFY的5個產品嘛 可是其實東西也非常的多 第一名是他們的明星產品的升級版 就是這個冰河糖碳白的保濕霜 那這款升級版啊 它是還可以吸油 它打開來啊 其實是一種透明的凝凍 那重點是它居然可以吸油 它含有微分子的胺基酸 擦在臉上啊 它就可以幫你吸油 而且還可以做到很好的保濕效果 因為它是透明的嘛 所以可以跟你的粉底液相互混合 當成一個妝前打底也很好 或者是你給它後敷當成一個晚安動模 其實也非常好 第二名啊 大家一定非常無陌生 就是這個金獎花的化妝水 那它裡面就是有滿滿的那個金獎花的花瓣 而且它銷售了60年 居然還是這麼暢銷真的很厲害 買金獎花跟這個水凝凍啊 還可以送的東西 我覺得我剛剛看到覺得非常的厲害 就是這個 這個是什麼呢 因為我剛剛很好奇 因為本人對贈品都非常 只要是跟化妝品沒有關的贈品 我都非常的有興趣 打開來你知道是什麼嗎 是一個 環保化妝棉耶 化妝棉用了一次就丟 其實是造成一個很大的浪費 所以呢 國外很流行這種環保的化妝棉 其實是可以不斷的再次使用 第三名啊 也是市場上賣得很好 我自己也蠻喜歡的 就是這個蛋斑精華 那其實啊 很多人比較不在意美白膚色 可是他們對於一些臉上的斑點 是非常非常的在意 所以這個也是號稱一個 蛋化豆疤非常厲害的一個產品 接下來第四名啊 是一瓶紅色 也是他們蠻有名的一個叫做 修護精露 是紅色的小紅瓶 那這個修護精露 它的修護效果非常好 它裡面還有超導玻尿酸 所以對保濕肌膚也非常好 所以是一個 我覺得它是一個全能精華啦 最後名也是它一個超級明星 就是男生女生都離不開它 就是 油性肌膚都離不開它的 這個亞馬遜白泥 它可以讓你的皮膚啊 就是非常的乾淨 如果你的毛細孔啊 裡面有很多髒污 它就是輕輕敷 輕輕敷上去 它就可以幫你去吸那個髒污 就是很細很細 小的髒污都可以幫你吸乾淨 尤其是在夏天更受到歡迎 接下來啊 我要介紹就是 專賣店的這個ISO 那ISO 大家如果有跟他們就是 有在官網上面購買產品 或者是到他們店裡買產品 一定都知道他們是不會提供你紙袋的 他們什麼產品都是用這個棉布袋 來幫你裝 他們也不會用一些什麼塑膠泡棉啊 或者是一些什麼空氣棉 他們都是用這種 叫做蜂巢紙 其實每一個產品啊 都是用這種蜂巢紙包起來 那這個蜂巢紙就是也可以避免碰撞 那他們這兩個月以來啊 你知道是什麼東西賣最好嗎 那我一詢問之下 就是手部清潔產品 原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啊 大家都不斷的是用酒精消毒啦 或者是洗手啊 或者是手會很乾嘛 就用護手霜 所以他們的Top5的產品 居然有三個都跟手部有關 那第一個呢就是乾洗手 就是他們就是近兩年吧 才推出來的這個乾洗手液 那他們這個乾洗手液啊 裡面的酒精其實是用甘蔗萃取出來的酒精 所以一樣是屬於乙醇 可以有抑菌的效果 那它裡面就是有一種薰衣草的味道 那所以其實你在用乾洗手的時候啊 其實你的量真的要夠多 如果你就捨不得用 然後量用很少 其實就沒有達到那個效果了 所以哇 你看它一擦其實是凝膠嘛 可是一擦完之後就是 不會黏膩 然後你就覺得 雙手好像真的被洗乾淨 而且它的這個薰衣草的味道 真的非常讓你身心靈都非常的放鬆 那第二名呢其實就是 登登登登 洗手露 因為他們的洗手露其實也是非常的有名欸 那它這個洗手露啊 它也是有種柑橘調的香味 那這些味道其實都是讓人家有那種很清新放鬆的感覺 第三名就是他們 就是他們的就是明星產品 就是這個護手霜 我記得護手霜它一開始的時候還是用罐裝 一個玻璃瓶然後附一個木頭的刮勺使用 那它們現在已經淨化成這種 條狀式的 你很好攜帶 第四名是這個 登登登登 它其實是EESOP的牙膏 有沒有想到非常 哇 大家居然 現在很愛EESOP的牙膏欸 它對牙齦有很好的舒緩跟抗菌的效果 它裡面也用得到很多植物的配方 像是什麼豆蔻啦 丁香精啊 還有就是八角茴香 所以其實刷完牙的感覺就是非常的乾淨很清爽 第五名居然是一瓶香水 那這個榮登第五名的香水 它叫它是霧香水 霧香水就是領霧的霧 體霧的霧 有岩蘭草啊 還有就是比較清新的日本香成的那種柑橘調 所以我覺得在夏天聞起來就是一種很清新 然後好像可以飛到一個不知名的地方 然後呢獨自體會到一種很很特殊的香味 第三個啊是歐蘇丹 他們其實這兩個月啊 熱賣的也是屬於比較是清潔沐浴類的 雖然他們家的沐浴清潔類賣得非常好 可是第一名啊 確實他們也是臉部的一個重要的明星產品 這個就是他們第一名的這個星光瓶 他們的星光瓶最近真的是 最近這一兩年真的賣很好 它裡面呢就是有滿滿的那個蠟橘精華 那它這個被譽為就是最好的肌膚前導精華 它可以穩定膚況 所以那擦了這個星光瓶之後 皮膚就會非常的穩定 就是比較不容易長痘痘啊或者是發炎 所以呢這是他們家的第一名 那第二名呢就是這個 乳油木的這個解手沐浴皂 它這邊啊其實是標榜可以洗手跟洗身體 而且非常的大管 第三名啊我其實也不意外 就是他們最明星的乳油木的護手霜 那他們家的乳油木護手霜呢 其實裡面還有20%的乳油木的果油 所以其實擦起來是那種非常滋潤的感覺 以前歐蘇丹這個明星的護手霜 通常在夏天它的效量會比較低一點 因為它是屬於比較滋潤的 可是今年非常的奇怪 就是今年這兩個月 這個比較屬於滋潤型的護手霜 居然就是咻咻像黑馬一樣 就是它還是賣得很好 那第四名是什麼呢 登登登 其實是他們的這個草本淨涼的洗髮乳 那這一瓶啊其實是屬於草本淨涼系列 就是它洗完之後它的頭皮會很清涼 就是有涼感 那第五名是什麼呢 歐是他們的馬鞭草系列 因為大家如果對歐蘇丹不陌生的話 他們夏天都會推比較清涼的這個馬鞭草的系列 那這一瓶啊是薄荷馬鞭草的去角質沐浴膠 其實這一瓶啊是去年夏天的限量版 然後去年夏天一賣的時候啊 其實一下就銷售一口 然後大家會覺得說 怎麼一下就賣完了我都買不到 所以今年特別 就是推出去年的復刻版 那因為它就是很夏天 洗起來很清涼很舒服 所以是熔燈第五名 接下來我要開箱AVEDA AVEDA其實也是講究一個自然環保的品牌 他們也是會在上面噴唇香 所以一打開來就是會有那個味道 他們其實裡面都會有一個 有正能量小語的連衣卡 也是他們家的特色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一些試用包 那他們家的產品啊 其實我覺得最受歡迎的 我覺得也是明星產品 大家一定都不陌生 我自己也是很喜歡就是 哇他們現在已經出這麼大款的 這個就是迷迭薄荷洗髮精 我記得我以前都是買那個 大概250吧 小小的一下就用完了 他們現在因為這個 實在是太受歡迎了 然後就出這麼大罐 感覺是沙龍專用耶 洗起來就是很涼爽 就是頭皮也會涼涼的 而且洗完之後 頭髮會很蓬鬆喔 那我想說因為他們有研究 想說疫情期間 大家真的就是比較焦慮 那焦慮就是你知道 頭皮就容易出油 所以難怪這種 比較清涼清爽型的洗髮精 會賣得很好 那第二個呢也是頭髮的產品喔 就是也很妙 就是這個 免沖洗的一個 潤髮乳 為什麼這會賣很好呢 原來啊他們有經過一些統計 發現最近這兩個月 大家在家 好啦勉強會洗一下頭 可是洗完頭 真的很不想要再用一些 護髮潤髮 覺得那樣子很煩 就是很浪費時間 所以洗完頭之後呢出來 直接為了省時間呢 就直接擦 就是用毛巾擦乾 就是濕濕的頭髮之後 就直接擦這種 免沖洗的護髮精華 他們家的就是有一個 就是 頭皮養護的這個系列 其實賣得很好耶 就是他們有一些洗髮精啊 還有一些精華啊 就是賣得很好 就是大家會覺得說 我可能要好好的 養護我的頭皮 因為頭皮出油啦 或者是因為焦慮緊張 掉頭髮 那其實AVEDA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就是他們家的書籍 非常的有名 像他們家的這個 木質髮書 就是最近在疫情期間 也是非常受到歡迎 那我自己也是他的愛用者 就是每天很焦躁的時候 就梳一梳啊 敲一敲 所以這個木質髮書 一直在他們的官網上面 受到非常的歡迎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這是什麼呢 你們知道嗎 就是一個頭皮按摩刷 它其實可以在洗頭的時候啊 就是幫助你就是 它有一些就是 一些小小的就是 凸起物 它可以讓你在洗頭的時候呢 就是刺激頭皮的血液循環 其實還蠻舒服的 接下來啊 我要開箱的啊 是屏幕宣言 最近這兩人 因為賣的很好的產品 我覺得他們最近 變成一個面膜的專家 因為這五個產品 其實有蠻多都是面膜類 而且是 現在大家比較喜歡的 那種凝狀面膜 可是第一名我想要講的是 大家還是一樣不意外 就是他們的 青春無敵系列的 一個這個化妝水 就是網路上 大家都暱稱它是 靈芝水啦 可以舒緩 就是比較不安分 就是發炎的肌膚 可以鎮定舒緩 所以這個靈芝水 目前也是被標榜 就是靈吐瓶的化妝水 那第二名呢 其實他們是 最近蠻新的產品 奇蹟抗痘面膜 那我想說 因為現在接近夏天 真的蠻多人 會有一些粉刺痘痘的困擾 它可以讓你 就是潔淨你的毛細孔 所以讓你的痘痘 比較不容易產生 那第三個呢 就是他們的經典產品 就是 泥娃娃活性碳面膜 我記得那時候 剛上市的時候 其實還造成蠻大的轟動 因為就是 黑色的面膜 它裡面就是有活性碳 它就是可以有一個 很好的清潔的效果 另外還有就是一個 白磁塗 它可以吸附油脂 那第四名是什麼呢 又是一個面膜 第四名是 天生麗質的一個 就是呈現一個 淡淡粉紅色的面膜 這款面膜 也是他們最近 非常受到歡迎的面膜 因為它是粉紅色的 敷起來 其實還蠻漂亮的 蠻討喜的 那它的重點 其實它也是有一個 深層清潔的作用 然後第五名啊 其實也是 屏幕宣言 他們一直來賣的 非常好的 這個一舉兩得的 潔面慕絲 就是呢 它可以在你洗完臉之後呢 它會自動偵測 你的皮膚 哪邊缺水 或者是哪邊油太多 去做一個平衡的效果 很清涼的薄荷味 也是夏天 真的是非常 大家會洗完 就是會非常喜歡的 那種清涼的味道 所以這個是他們賣的 第五好的 這個一舉兩得的潔面慕絲 以上就是我介紹這五家 其實大部分都是偏向清潔類 然後賣的最好的產品 如果你還有什麼其他保養 彩妝 頭髮的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喔 我們下個禮拜五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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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個禮拜